双鱼座下周运势 10月14日到20日 事业运势 下周双鱼座的事业运势 就像是一场深度的思维冒险水星 这位智慧的使者悄然进入天蝎座 为你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直觉 就像是给你们的大脑装上了一双透视镜 让你们能够洞察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发现问题的根源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这可是你们展现双鱼座独特魅力和才华的绝佳时机哦 不过太阳三分木星和太阳四分火星 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竞争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陡峭山路 需要你们保持专注和决心 才能顺利前行 记住哦 双鱼座的你们可是天生的艺术家和梦想家 只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就能轻松应对这些挑战 金星对冲天王星和金星三分海王星可能会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波动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风雨交加 需要你们注意处理人际关系 避免因为情感问题影响工作表现 记住哦 双鱼座的你们可是天生的情感大师 只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就能轻松化解这些情感纠葛 财富运势 下周双鱼座的财运就像是一场财物的盛宴 金星这位财富的女神在星空中翩翩起舞 为你们带来了满满的财物机会和挑战 金星六分明王星可能会为你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一些影响 就像是盛宴中的美味佳肴 需要你们审慎评估和把握投资或财务上的机会 记住哦 双鱼座的你们可是天生的理财高手 只要保持谨慎和理智 就能收获满满的财富和幸福 然而 金星进入射手座可能会带来一些消费欲望 就像是盛宴中的诱人甜点 需要你们谨慎理财 避免冲动消费和投资 记住哦 管理好个人财物就像是守护自己的宝藏 别让财富从指缝间溜走哦 爱情运势 下周双鱼座的爱情运势就像是一场情感的冒险之旅 白羊座满月可能会带来一些情感上的高潮和冲突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未知挑战 需要你们保持冷静和理性处理感情问题 记住哦 双鱼座的你们可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 只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坦诚 就能轻松化解这些情感纠葛 金星对冲天王星和金星三分海王星 可能会带来一些感情上的挑战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崎岖山路 需要你们沟通和理解对方 避免误解和争吵 记住哦 爱情是需要呵护和经营的 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朵 需要用心去浇灌和呵护 对于单身的双鱼座来说 下周可是你们的桃花运高峰期哦 可能会有一些浪漫的预见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美丽风情 让人心旷神怡 不过记得保持开放心态哦 爱情就像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需要你们勇敢地去追求和探索 健康运势 下周双鱼座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 天象的变化可能会对你们的健康状况 产生一定影响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位置地形 需要你们特别小心和谨慎 需要注意情绪管理由 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 就像是冒险途中的沉重负担 会让你们感到疲惫不堪 建议双鱼座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注重营养和运动 就像是给身体充电和加油 让你们保持身心健康和活力满满 记住哦 保护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就像是守护自己的心灵花园 别让负面情绪和压力 侵蚀你们的内心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情绪稳定的状态 就像是阳光和温暖 照耀着你们的心灵花园 让你们更加坚强和勇敢 好了 双鱼座的朋友们 下周的运势就分析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魅力和实力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